《圖盆密碼森之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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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木雕的作品 它是純粹以木材所組合而成的 最主要它是 我想利用的是一種語言的概念 我們語言是一個面 一个面变成一个立方体 然后立方体在堆积成 类似一个图腾柱的柱状 这样的一个柱状就代表 森林里面的一棵树 所以我在做这件作品的时候 就以树为做一个基地 这种基地可能会有很多根的树的产生 这样的一个装置的布局 另外在树的上面会有布置的一些 类似种子的一个造型体 这样的一个种子造型体 散布在这一个场域 森林里面的一种概念 这个就是图腾 类似图腾密码 森之鱼的一件作品 最主要的创作理念 《星海星海》这一系列的作品 是纯粹以实材为主要的创作媒材 因为我们在造型的原理上面的要素 颜色其实也是一种要素之一 所以我会利用不同的食材的色彩来做一个对比 所以看到银河带这一件作品 它是以黑色的一个不规则的形状做一个基地 上面你可以细心看到有一个 类似一个星座的一个孔洞还有线条 刻画在这个黑色的化缸园上面 再来就是一种孔洞的形状 两件食材做一个组合 这可以产生一种虚与实的方面的一种互动 穿透啦 比如说空间里面的一种流动 是这一系列星海星海的作品的创作理念 这次展览的最后一个系列 是以铁为素材所做的一个雕塑作品 那陈如刚刚说的焊接 其实它就是用焊接 然后经过焊条做一个点焊的一个堆积 那潮 这系列的作品主要是在讲述的 是一种巢穴的概念 或者说是一种居所 所以我会利用一种网状的方式去做一个组合 这种网状的材料素材其实也是很简单 就是我们一般所使用的铁钉 把铁钉一根一根焊接起来 形成一个网状的一种概念 那另外还有一件就是网也有类似海里面的一种 也就是单纯的一个骨鱼的网状的一种概念 我把这两种结合在一起 你可以看到一个是一个比较空洞的一个网状 是一种虚的概念 另外一个也是利用焊接点焊所堆积起来的 是一种比较属于实体的概念 做一个呈现的一个对比 也就是说从里 从外 或是从表面 都可以看得出雕塑 其实也是蛮耐人寻味的 这次展览的作品里面 有一件也是纯粹用木雕所制作的 叫做折扇固执的一个作品 它是用很多的类似 我刚才有提到的一个种子的概念 就是两端都是一个尖状 然后中间有很多类似触角的一种造型体 把它组合在一起 其中有一件会比较大 它的材质就是老龙眼的一种材料 然后再经过雕刻的手法去做呈现 那因为有很多样不一样的形状 可能有结合着 可能也有单一一件的 这样做一个堆叠在一起 乍看之下有点混乱 但是我觉得还是乱中有序 主要就是这一件作品 折扇固执的名称 多若植物的异想世界这一件作品 它的材料是属于复合媒材的 里面可以看到有木头 有陶瓷也有石雕 最后还是一样有铁的成分在 它主要表现的是一种围观的一个世界 我们在市面上可能看到有很多 小盆的多肉植物的盆在 我就是利用那种概念去创作这一件作品 所以可以看到有分上下两个部分 但是可以发现到它的一个很特别的特点 就是它都是向上发展的一个特点 可能我们从围观的角度去看 里面可能有一些很奇特的造型 所以我会用不一样的表现方式 在处理这一件作品 内饰晨曦这一件作品 其实它有很大的成分 其实是我在高山旅行上面所看到的视野 那我们可以看到作品 上面有分三个部分 是属于石材的部分 它的颜色是属于粉红色的颜色 那也就意味着我可能在高山上面的时候 可能你每天要出发的时候 可能都是从清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出发 但是走了一小段之后 发现日出从山头上面升起 然后整个天空就变成了一个橘色的那种风景 那时候就觉得这种景色很美 所以就构想了我这一件作品的开始 所以回去我就把这样的一个感觉 发挥在我的作品上面 所以我上面会使用一个大自然的大理石原石 保留它自然的部分 然后下面再用类似建筑样式的一个几何 直线横线加上铁架来支撑着它 那最后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要取这个叫做内饰晨曦呢 就是说当你旅行在高山上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想一想 你这一次旅行的本质是什么 然而对话到我这件作品的话 可能这件作品它的本质就是 森林里面的一种林木 所以我在作品的里面 会雕刻了一些不同的 类似树枝状的形样 但是这些都是用食材所雕刻而成的 所以这个就是这件作品 内饰晨曦的一种创作理念 下期宽子山威处的一支 我刚才近日